这个漂亮的女大学生深夜偷偷溜到男生宿舍来找自己的男朋友 可不料她刚到门口 一推门镜看到她的男朋友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女孩被这一幕吓得立刻慌乱地报了警 而等警方赶到时 她的男朋友已经因为失血过多导致死亡 然而警方在查看现场后发现这个案子很诡异 因为死者肚子上不仅有个长达20公分的巨大伤口 而且从这个伤口皮半形成的角度和走向来看 这竟很像是死者自己用刀剖开了自己的肚子形成的一样 然而更令警方意外的是 警员们在宿舍角落的地面上 竟然还发现一小段类似大肠一样的畸形白肉 技术科在现场没有检测到任何打斗的痕迹 而且死者握着的胸器上也只有他自己的指纹 种种线索看上去 这很像男孩自己把肚子里的大肠割了下来导致的自杀 不过经验丰富的卢队感觉整个案子太过于蹊跷 因为他经手过很多自杀的案子 可这种割大肠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而死者的女友小事也认为男友肯定不是自杀的 对方当时说话的情绪很激动 而且口中还大喊着他一定要杀掉他的摄友阿威 而他虽然没有见过阿仁口中的这个摄友 不过他倒是经常听男友抱怨 说这个阿威好像脑子有一些问题 因为他不但总是偷偷跟踪阿仁偷看他们约会 而且有时候还会因为男友和他去酒店不回宿舍而发生争吵 更过分的是 有一次他竟然直接要求阿仁和他分手 而阿仁也已经早就受够了他的这个奇怪的摄友 就在他刚刚到现场的时候 阿仁还用微弱的气息称自己已经捅伤阿威并摆脱了他 因此小事怀疑 男友阿仁的死一定与这个阿威有关 卢队二人听后突然很疑惑 因为警方并未在现场找到第二个人的血迹 而且走廊里也没有血滴残留 那这个受伤的阿威去了哪里呢 为了找到此人 卢队找到了男生宿舍的管理员 不料对方在听到阿威的这个名字后竟然表现得很陌生 他称这栋楼的宿舍和其他宿舍楼不一样 一般是家境比较好的学生另外花钱住的单间 所以他很确定这个屋子只住着死者阿仁一个学生 不过倒是他的那个女友小事 三天前他曾看到他与死者好像有过争吵 当时他恰好来这栋宿舍楼查请 从阿仁当时激动的情绪来看 他与女友之间好像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卢队二人一听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如果这个阿威是死者女友杜撰出来的 那他编造谎言的动机就很可疑 可假如这个阿威真的住在这里 那学校为何没有此人的学生信息呢 等卢队回到警局 此时死者的母亲已经在认识房门口等候多时 卢队尝试安抚了一下他的情绪 可纵使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阿仁的母亲在白布掀开那一刻还是差点昏厥了过去 法医在他儿子的身上只发现了腹部的刀伤 身体其他部位没有明显打斗的伤痕 那把胸器上也只有死者一人的指纹 因此目前还无法确定他的儿子是死于他杀 死者母亲听后坚称他的儿子是一定不会自杀的 卢队为了搞清楚死者女友和那个阿薇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试探地询问阿仁的母亲是否与这两个人有过接触 不料死者母亲在听到阿薇这个名字后眼神突然愣住了 不过很快他便反应了过来 他称儿子平时打电话时并没有提到过一个名叫阿薇的人 而至于儿子的女朋友小事 他也是一个月前才知道了他的存在 上个月在老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 对方称阿仁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肚子疼 而且胃口也不好 所以导致营养不良晕倒住进了医院 也就是他去学校看望儿子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阿仁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 卢队二人看着这个母亲说话时的表情 虽然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 但总觉得他在阿薇的问题上好像隐瞒着什么事情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警员筛查了案发时整个宿舍楼道的监控 而这一查还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警方意外发现死者女友在今天进入案发现场时 曾在门口有过几分钟的犹豫 这一点让卢队很疑惑 因为此人在推门进去的时候看上去很忐忑 就好像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而且在以往的监控录像中 也并没有发现有其他男生进入过死者的宿舍 所以死者女友口中这个阿薇或许真的就是小诗编出来的 察觉到此人的嫌疑后 卢队立刻再次审讯了小诗 而小诗在得知警方怀疑阿薇不存在后 突然感觉一阵害怕 因为之前有一次他曾看到阿仁对着空气说话 当时他也怀疑过阿仁可能精神有点问题 不过后来他带着男友去看了心理医生 而医生路过看了一眼 他可能只是学习压力有点大而已 至于他很肯定阿薇的存在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次他去男生宿舍偷偷去找男友 当时阿仁说他的室友阿薇出去了晚上不回来 于是他便一边聊天一边躺在下部睡着了 后来他清晰地记得阿仁在他耳边说下去买瓶水上来 而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衣服的拉链被拉开了 刚开始他还以为是阿仁做的 可阿仁却告诉他刚才阿薇回来拿了一趟东西 那时他虽然感觉挺羞辱也很生气 但这让他更加确信阿薇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他和男友早已经去过酒店很多次 所以他不认为阿仁会趁着他睡觉做这种事情 卢队二人听完小事的话感觉他并不像是在撒谎 可警方明明已经核实了学校的学籍 难不成这个阿薇是死者在校外认识的朋友吗 想到这里 卢队忽然回忆起死者母亲提到阿薇时有所隐瞒的表情 他立刻带人开车赶到了阿仁母亲的住处 可他们看到敞开的大门后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 二人赶忙进入屋子进行了搜查 结果竟在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已经死去的死者母亲 卢队看着这一幕感觉这个案子越来越离奇起来 因为屋子内同样没有打斗的痕迹 而且死者身上也没有外伤 在初步勘察现场后 卢队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一个黄色的碟纸 回到警局 他看着这个碟纸感觉这很像是一种符咒之类的东西 而警员阿杰也从法医那边拿来了死者母亲的事件报告 结果显示在妻体内发现大量的安眠药残留 不过更让阿杰意外的是 警员在对屋子搜查时找到了一本很久之前的笔记 死者母亲在上面写着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罪恶 而后面一页除了有阿人的这个名字外 竟然还写着包括阿威以外的其他很多名字 就在二人疑惑这个符咒和那本笔记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阿杰在调查二人母亲的手机后 竟发现他经常和一个算命的老夫人有联系 卢队得到线索立刻准备找此人了解情况 但无奈老夫人今天恰好不在家 他拿出那个符咒向门口打扫的大叔 而大叔看着这个符咒告诉卢队 其实阿人的母亲和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 最初他来这里是还是二十年前 当时他怀了一对双胞胎 所以就想过来给两个孩子求个名字 不过按照他们的规矩 孩子在没有出生前是不能取名字的 但当时女人为了讨好对他冷淡的丈夫 始终坚持要先把孩子的名字定下来 他认为这样或许可以唤起丈夫对这个家庭的留恋 不过后来很不幸 几个月后听说他的一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没了 而他的丈夫没几年也出车祸死了 那个时候他才渐渐明白这或许就是当初坚持起名的报应 而这个护身符是前不久他求给自己仅剩的儿子的 卢队听后想起现场那个写着名字的笔记本 他疑惑如果阿薇在二十年前已经死了 那死者口中的室友又是谁呢 回到警局法医这边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他对宿舍现场地面上的那团白肉进行了解剖 结果意外发现这非但不是一节大肠 甚至在里面还找出了一套很完整而且未发育完全的器官 法医杨叔指着上面的四肢和头发很肯定地告诉他们 这团白肉的真身正是一个未发育完全的婴儿 可阿杰听后疑惑这个婴儿为何会出现在死者体内呢 杨叔已经查询了一些类似相关的资料 他发现早在八十世纪就有国外发生过这种寄生现象 资料显示有个男人四十多岁去医院做腹部比超时 偶然间发现肚子里竟然有个寄生的胎儿 而后来经过调查 发现他的母亲在孕育他时原本是一对双胞胎 不过怀着怀着就莫名其妙地只剩下了一个孩子 后来经过医院研究 才慢慢地发现了这种胎内寄生的现象 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因为其中一个胎儿发育过快 进而导致另一个胎儿营养缺失严重 所以才在日积月累中被发育过快的胎儿给吸收了 但有些寄生胎因为有宿主血液的供养并不会立刻死亡 反而会跟随宿主可以存活几十年 不过一般带有这种寄生胎的患者 都会有腹部肿大或者肚子痛的症状 所以在检查时被发现就会建议摘除 卢队一听想起小事曾说过死者肚子疼住院的事情 看来当时疼痛的原因正是这个寄生胎造成的 随后警方还在死者宿舍长达一个月内的监控中 筛查出两段奇怪的视频 其中一段是阿人对着空气说话的画面 而另一段是他正在对着空气争吵 这也就说明死者不但患有很严重的人格分裂 而且已经被体内的另一个人格折磨很久了 至于阿人打电话给小事说要杀掉阿威的事情 应该也是意识到了阿威并不是真实的室友 而这种突然而来的恐惧让他下了狠心将那个寄生胎给取了出来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